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选择筹码强势股操盘手非你莫属 大家好 我是筹码大师李宗欣 昨天的美国股市 延续了上礼拜五的跌势 投资朋友还没回神过来 因为FED的主席 变成这么鹰派 杀鹰 媒体是这么说的 鹰派的言论让大家认为 九月份升息三马看来跑不掉 而且应该没有这么快要降息 当然我记得在昨天的节目里面也提到 降息 早了 还早了 九月份 十一月份 十二月份都还要升息 明年要降息 如果真的要降息 大概要等到四五月份 那你可能是安心说 老师那大盘是不是要跌到明年四五月 当然不是 因为股市总是领先反应 不过 我记得在礼拜天的大事一话 有跟大家分享 在上礼拜五 美国这样子一根长黑 确实把整个技术面 技术面本来沿着趋势 往上走的这个技术面遭到破坏 那台北股市呢 台北股市也是一样 昨天这根长黑 这一段的趋势 你看 这个低点 昨天跌破了 对不对 这个低点是上礼拜二 上礼拜二我记得我们在买股票 对不对 你可能说 老师那上礼拜二你买对 所以谈了几天 那昨天一根黑棒 股价不是都下来了吗 指数跌破上礼拜二的低点 其实个股的走势我一直强调 跟指数你要分开来看 因为大型全子股占的权重比较重 所以我建议大家先避开全子股 对不对 我上个礼拜一的大事一话就说了 一个多礼拜前 对不对 建议各位避开什么 避开全子股 因为其实这根已经回来了 上礼拜一在这里 上礼拜一在这里 已经回来了 可是为什么上礼拜二买股票 我说 周小型股仍是那一支的最爱 选对个股并掌握好的进场时机 人会有不错的报酬率 这是上礼拜一 晚上大事一话说的 因为我记得上礼拜一 我说我要买股票 结果没买 因为上礼拜天 上上礼拜天的大事一话说 美国跌要买股票 礼拜一没买 为什么 当时盘中 美股的电子盘还在跌 所以我们上礼拜一没买 礼拜二买的原因是 上礼拜一晚上 美股道琼跌了六百多点 所以隔天我们买股票 逢低买股票 各位应该还记得 那老师你逢低买股票 对了谈了几天 这天不是又掉下来了吗 比这里还低 那你礼拜二买的股票如何 我们大概礼拜二买的股票 都在获利中 为什么 我们不是买全职股也不是买台积电 买的是中小型的股票 所以我常说我怎么看 我就怎么说 而我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既然建议大家避开全职股 我们也避开全职股 对不对 那建议大家买股票 买中小型 我们也去买中小型 什么时候买 趁国际盘回党 趁大盘回党 或者是趁个股回党的时候去买 因为最近的操作确实比较难 那等一下会跟各位分享 例如说今天太阳能吧 早盘 我相信所有盘中的媒体 大概九点半之前都在讲太阳能 太阳能好强 昨天反而大买 今天一早餐开来报纸 对不对 外资昨天不是卖200多亿吗 卖了200多亿 媒体就整理了 外资也买 昨天外资也买 投信也买 把这两大法人买的股票加起来 哪集当股票 外资也买 投信也买 而且买的张数最多 就这些股票 今天不见得有好的表现 为什么 因为投信可能还好 外资往往做得好短 所以外资的筹码比较不稳定 外资的筹码 在我的筹码比中的分数里面 比权重 比投信筹码的权重低 也就是说 这样说吧 同样这档股票 外资买1000张 投信也买1000张 那筹码分数谁比较高 投信买1000张的分数比较高 投信买1000张的分数比外资高 其实两个反而买的张数是一样多的 因为外资的筹码比较不稳定 外资做得比较短 像我昨天啊 昨天大世界话也是这么说 弱势股与大型前任之股 要乘反弹减码 那做多的标例 仍然以中小型反弹股 比重高的股票为佳 所以你看 我建议大家你先有心理准备 这大盘嘛对不对 大盘这里已经破出礼拜一的低 所以本来越来越高的走势 这里也小破了 会不会上来希望 这里好像也跌破这里的低点 它上来了 希望 希望出现这样的现象 那如果没出现 万一我们这样说 万一跟这里一样怎么办 你有没有准备好万一 万一 我不希望看到 不过我必须跟各位说 如果会呢 如果指数是这样 但中小型股不一定 中小型股的趋势大部分都往上 不少趋势往上 你看OTC嘛 对不对 OTC大盘今天 本来涨了100点 售盘只涨了27点 OTC还是红棒 OTC表现还是不错 那重点 OTC如果过高 我建议各位 你还是要留意一下 因为这样说 上礼拜进场的大户 知不知道有没有料到 礼拜五 道琼会跌1000点 我相信 没有料到吧 如果有料到 他上礼拜五 也不会积极买超 对不对 不少了 法人尤其是内资的大户 中石户 这些内资的 我们不要说主力吧 就是资金比较多的内资吧 那这些大户 在上礼拜五之前买的股票 哇 礼拜五美国重挫 如果你是大户 你手上好几千张 甚至上万张 你会怎么做 我讲过很多次 美国大跌 怎么办 閃光都吓到了 昨天都吓到了 对不对 你不可能跟他一起吓到 你跟他一起吓到 你先砍的话 下面都没有成千买盘 这张股票肯定跌定锁起来 所以你一定是 想办法把它拉起来 不然至少让它止跌 不要跌 撑在那地方就好 跌3% 跌2% 撑住 好 美国如果反弹 昨天美国有没有涨 也没涨 今天继续撑 搞不好今天还小拉 昨天大家砍了 你昨天买了 今天拉起来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哪一天 美国反弹 跌升总会反弹 不管即使是空中走势 这里跌下去有没有反弹 东马有反弹 好 哪一天如果发现 道雄涨 两三百点 三五百点 跌个一千点 反弹个三百点 很正常吧 那反弹起来 那大户会不会趁 道雄美股反弹 来落跑 会不会 可能会 所以 未来几天 你就特别关注 如果道雄大涨 美股反弹 那中小型的股票盘中极 建议各位就不要追 我常说 我买股票的时机 经常是在等待 国际盘重挫的时候去买 例如说昨天 我们买股票 因为前一天 道雄上礼拜五 跌了一千点 这个礼拜二我买股票 也是因为前一天 道雄跌了六百点 了解了吗 而不是看到道雄 涨了两三百点 三五百点 隔天急急忙忙去追高 所以 这个买股的逻辑 一定要 先弄清楚 因为 真的不要追高 你看今天吧 我刚刚讲太阳能 这档股票是 元金吧 太阳能指标股六四四三 早盘的九点半之前 大概所有的盘中媒体 或所有盘中的老师 都要讲这一档股票 为什么 因为今天早盘媒体就爆了 那昨天 今天早上 媒体有利多消息 然后有爆 哇 筹码好的股票 昨天元金外资和投信都买 这种股票 昨天并不多 因为外资卖了两百多亿嘛 外资也买 投信也买 而且买了张数不少了 元金就是其中之一 好像是第二名吧 早上你去追 收盘变成这样 当天你如果追到这里的话 可能赔7% 你会分析吗 老师筹码不是很好吗 是啊 电视上不是大家都在报吗 是啊 每个老师都在讲 那今天追进去 追进去又淘到便宜吗 没有 所以这种股票 拉回来你可以在那买方 像这种股票 今天晚上看一下筹码嘛 对不对 我认为今天是外资倒给那一支的 外资倒给投信的 外资昨天跟那投信一起拉起来 今天外资倒掉 投信可能还在那买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也许明天逢低可以买 最近 真的不是很好做 就是盘坐你看到一涨去追一下 当天就被修理 那说那怎么办 就趁跌了就买啊 不是我常说的吗 美国大跌 好股票逢低去买啊 对不对 上我们礼拜一买什么 这上礼拜一的筹码 对不对 我们找到账品嘛 可是老师账品涨停呢 那不趁美国大跌 礼拜一晚上大跌 所以礼拜二早上买它嘛 对不对 红棒一半啊 因为礼拜一晚上 我才跟会议一对一 哎呦再拉回来一半买 对不对 结果它还一路涨呢 一路涨 涨多少钱 买在哪里 大盘不是下来了吗 大盘是不是跌破的 上礼拜二的低点 这上礼拜五啊 礼拜二买进去 二三二四二五二六四天啊 涨多少 涨七十块 涨七十块 一张七万块 哎呦拉下来了 今天呢 今天不就上去了 今天不就上去了吗 我们都没走了 所以 买对股票 跟大盘真的没什么关系 对不对 有关系吗 没什么关系啊 看懂没有 所以 那我们上品是追高买的吗 不是啊 是它跌的时候买的啊 趁前一天 道琼跌六百点 我说嘛 像这种股票 你道琼没有跌六百点 你隔天买的到盘下 买的到吗 前一天晚上道琼没有跌六百点 你买的到这里吗 有拉回来的机会让你买吗 没有嘛 懂意思了吧 这就是 好的股票 也要找到好的切入点 就像我在大世界化说的 周小型的股票 应该会比较有利润 找到好的对的标的 找到适当的切入点 仍然会有利润 事情也是啊 这礼拜二的嘛 来礼拜三 开盘还在 平盘附近 对不对 暴大乱黑贴 这个高点会不会过 那当天就过了 当天就过了 是不是 这盘中哦 找盘硬的啊 当天就过了 结果 来 那志行呢 这连今天盘中还差点创新高 也创新高了 盘中创了新高了 那跟大盘有没有关系 大盘是涨还是跌啊 不是跌了一下 昨天不是中错吗 所以重点真的是选股票 对不对 那中达咧 有没有 来 一天外头本比 跌了嘛 重达嘛 对不对 一天的 六天的已经 第几名了 第二名了嘛 昨天啊 这礼拜五啊 十二天的也第二名嘛 是不是 来 昨天重达不是开低吗 你不趁美国跌一千点 你重达买得到这个位置吗 是不是 今天不创新高了嘛 所以 现在各位了解了吧 什么叫做功课 什么叫做强势股 你要找到好的买点 这些 例如说重达的买点 什么时候创造 什么时候创造的 怎么出现呢 道琼跌一千点 对不对 上平的买点怎么出现呢 道琼跌六百多点的隔天 都是隔天开低去买 那有了解吗 所以很多股票真的不要乱追高 真的不要乱追高 例如说像这一只 昨天 来 投本比第二名 跌5%很惨 有没有很惨 对不对 投心不套牢嘛 这档股票开高走低 盘中拉到快 快 大概快涨停吧 收盘跌半支 跌半支 今天 今天 要生不涨停版了嘛 今天要生不涨停版了嘛 拉回来两天 这报答了黑黑要不过 看来明天就要过了嘛 所以啊 我说晚上 筹码表格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嘛 跟着筹码大师做 这筹码表格 都是我每天晚上 帮各位整理的 我自己整理的 整理完之后 我看过筹码之后 才发我的大事业话 所以大事业话多重要 这些股票啊 都是在节目里面分享 例如说高利吧 7月20号就出现讯号了 有没有 三角形跟着箭头 到今天还在创新高耶 大盘这两天 跌跟高利有没有关系 从这里呢 如果你有我们软件 从这里 一路到这里 有没有 六有几块 现在已经快一百了耶 是不是 看到没有 从这里哦 到这里 所以要成为一个赢家 一定要有方法 你一定要有方法 如果没有方法 想办法 最简单的方法 不就把 软体带回去吗 就像我在你身边吗 那这些观念 操盘的观念 就是 逆向思考 赢家 总是少数人的观念 是不是几乎都在节目里面 还有在大事业话 跟大家分享 所以咯来 我帮各位打造了一个 专业操盘手的分享平台 一定要加入 左边是Telegram的QR Code 右边是Lite8的QR Code 赶快成为我们的好朋友 那怎么样看到大事业话呢 很简单 加入筹码大事Lite8 然后呢 点击手机 右上角的记事本 你就可以看到 我PO的K线图 我的大事业话 重要的什么 最近都在节目里面 分享的筹码表格 然后还有我们的节目 那最近 升级股确实一直都是 比较热门的项目 算是人气吧 你会发现 老师升级股 都是大盘没行情的时候 指数回档的时候 全组整理的时候 出来的 可是 只要会涨了股票 它就是好股票啊 不是吗 对不对 你认为的好股票 它一直都没涨 它真的就是好股票吗 尤其是航运股 散装的 最近真的是 很多投资朋友在说 老师 那个上个礼拜啊 就应该听你的话 其实就是这样的 你到了礼拜五 礼拜六礼拜天 这个礼拜六礼拜天 礼拜六礼拜天 发现哇 怎么货柜的报价 散装的报价 大暴跌啊 那其实上个礼拜股价 就已经开始反应 就陆陆续续 开始跌了不是吗 其实上上个礼拜 我们系统都出现平仓序号了 所以我在上个礼拜二 上个礼拜一 才在节目里面分享 货柜航运股 不管是海运 不管是散装 货柜 你要避开 对不对 甚至我在我的筹码 谁最大 因为筹码谁最大的单元 不是都讲热门股吗 强势股吗 我还特别把航运股 弱势的挑出来 在筹码谁最大的单元里面讲 所以操作上真的啦 跟上赢家的脚步 把强的弱的分开来 就像我说的大盘 我们来看家圆指数吧 因为万一 他如果真的下来 不要说跟这里一样那么惨 因为其实在这里 元宇宙就开始涨 这里元宇宙就开始涨 那所以呢 中小型我觉得不太会受影响 但是比较大型的股票 尤其是你认为 基本面很好的大型股 那这些股票如果修正的时候 你该怎么做 你很简单 软体带回去你就做价差就好了 不要自己乱做 不要一直坚持说 老师他总会上来 到了绝望的时候你卖掉 反而会卖在低点 你不如早点做决定 早点做决策 然后早点把软体带回去 早点跟我们同步 弱的就像法安操作也是这样子 太弱换强 把弱的卖掉去买强的 但是人性上很难做 我很清楚 在股市30年了 而且我在这行业这么久了 也当过证券公司的经理人 我怎么不知道 因为都是这样 大家都一样 你不是很特殊 百分之90以上 都这样 赚了赚一点点跑掉了 你在股市一定有赚过钱 但是往往你说标股 你都有买到 可是可能赚一点点跑掉 那往下标股一路爆 爆到底了 这就是人性 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克服 如果你没办法克服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把系统带回去 例如说这档 宝瑞从这里分享 一路涨一路涨 昨天也没怎样 今天又来了 所以你怎么能不相信软体 如果你有保瑞 你昨天会害怕卖掉 所以我说 你没有出现平常讯网 你就爆住就对了 对不对 是不是 今天大涨了 所以跟大盘有什么关系 跟大盘汇荡有关系吗 就没关系 所以真的 每次看到 或者说老师要不卖 我说没有平常讯网 就不要卖 老师大盘还在跌 大盘还在跌 跟你的股票不一定有关系 如果你的标的是对的话 真的不一定有关系 来 北极星有下来吗 昨天大盘跌不是吗 是重点 真的 统星 这里 8月5号 爆弹AK又过高 来 29号 30号 请问他平常讯网出来 没有 他支撑跑到这里来了 那如果破线呢 破线你买到这里 出来这里 你也是大赚的不是吗 所以最低在哪里 不是我 不是我能决定的 最高点在哪里 哪里是转弱点 不是我能决定的 我也不可能卖到最高点 但是 转弱点 你一定要闪就对了 来金星科 这个 报大量 这礼拜五 看起来要挂了 昨天不是大跌吗 大盘不是大跌吗 金星科为什么在涨 对不对 今天还差点创新高 是不是 所以 这个软件带回去 真的一档一档都讲不完 这么多 来 勇心 是不是 真的讲不完 所以 要成为赢家 跟上赢家的脚步 对 大众控也是 我们大众控 对不对 我们的邻居 也没下来 邻居可不可以看一下 昨天来这里 今天呢 创新高了 是不是 所以来 要成为赢家很简单 跟上赢家的脚步 如果各位 没办法准时两点收看节目的话 来 订阅筹码大师YouTube官方频道 最新的市场资讯 让各位战无不胜 记得看节目的时候 按赞订阅 点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我们先进广告 下就段回来 欢迎再回到 抽谋大师 上个就段跟大家分享 大盘还在整理 它是个强势整理 不是 它是个弱势整理 对不对 实际线也破了 际线也破了 那未来 我认为 急跌之后都会急谈 反弹起来 你手上如果持股比重高的 如果你有很多是全资股的 建议你避开 抽一些资金回来 那如果不晓得 抽哪些股票的资金 系统带回去 出现平仓虚话 就把它卖了 像我们呢 在节目里说的航运股 上个礼拜 上上礼拜 平仓虚话就出来了 不是你看到 历空 六礼拜天的历空 昨天才把它砍掉 那就可惜了 早就该卖了 我在节目里面早就讲了 上上礼拜 和上礼拜都讲 所以 为什么我会有把握 因为它就转弱了 现行讯号告诉 它转弱了 所以在节目里面 特别提出来 那你如果不晓得 哪些股票该卖 哪些股票该卖 系统带回去 看了讯号座 例如说我们耗星 今天贺掌停 有没有 赢家会的股票 工掌停买 16块1 非常恭喜 红棒一旦拉回买的 拉回一半 昨天大跌 对不对 还好平常讯号 没出来 对 他平常讯号都没出来 我买了红棒一半 对不对 今天不上来了 所以我都不追 为什么 因为刚给各位看了 太阳能力股票 今天看到利多追 当天输7% 所以尽量不要追 好的股票 筹码好的股票 等国际盘回党 等拉回去买 我几乎买股票 都买在盘下 对不对 这股票都是盘下买的 都是趁美国大跌的时候 盘下去买的 美国大涨 我很少去买股票 我很少带了会员 拼命去追股票 除非行情特好 现在行情就不是这种行情 所以跟着谁做 跟着实实在在的投马大师 所以我说你的选择只有两个 如果是你可以看盘的 专业投资人 每天都在找股票 做股票 每天都在找标股 那太简单了 你就把支付人家 操盘系统带回去 我们还会每天盘中提醒你 有什么股票出现讯号 你照做就好 对不对 按着系统的纪律来操作 那如果是上班族 推球族 你不能盯盘的 很简单 盘中及时讯息带到 好股票震荡出现好了买点 第一时间带各位进场 好朋友 拿起电话 立即拨打支付专线 成为支付赢家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